彈龍手單獨是一個系統 可以是單獨是一個系統 推太極可以單獨是一個系統 推太極加上彈龍手 又是一個系統 彈龍手走到圈子裡面去 是一個系統 推太極走到圈子裡面去 是一個系統 他們兩個可以交互用 系統就是一個 它本身是一個system 一個小的system 但是這個小的system 跟另外一個系統 它又可以交互起來 變成另外一個 變成一個比較大型的系統 就是變成八卦嗎 它本身就是八卦 我是說它的一個系統 比方講我今天要教 要教人了 我就教你彈龍手也可以 彈龍手從一開始的這個東西 學到後面會動的 它本身就是一個系統 你們這個推太極 從站定的這個東西 到小的大的到走 你們還沒走的 然後後面全部活物的 它本身又是一個系統 就是這樣子 好我這個推太極 加上盤龍手 行不行 它又變成一個系統 這樣有沒有懂 八卦拳的東西就是這個樣子 一個小系統 一個小系統 加起來 本身它又變成一個系統 但是每一個練習 都是不是這樣的 像甩手一樣 這是一個系統 是啊 那我說這個東西 它都可以走到圈上去 可以到圈上去 到這個 甩手那個東西就是 甩手我再去 你再往下發展 甩手裡面的 就包含武術的 身法 部 部 部 進退 左右移 移動 馬步變 公步 公步 馬步 這些 這些東西 所以八卦的系統 它就是一個小系統 一個小系統 本身可以獨立 可是它又可以合在一個 一個大系統裡面 從拼圖裡面 對 它就是這樣的東西 都有關聯的 都有關聯 也可以 也可以各自獨立 各自獨立 它也合理 它也存在 也可以練 也可以用 也可以表演 佛羅斯電視球 是連那個飛太鼻 都即使推 就是打 打戰 為什麼就是一邊對別人 也可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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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夠 對 所以你說我教一個人 我自己練 我就練推太極 行不行 也可以 對不對 我們有很多時間練 我這一輩子就練這個 也可以 所以八卦拳會到後來會發展的很 很 每個人不一樣 就是 它這個是一個系統 那是一個系統 那是一個系 看起來都不一樣 對不對 可是在一個大系統的下面 它全部都可以合起來 好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